欢迎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是非常重要的 在道教而言 超度就是把还沉沦在阴间的亡魂 或者还滞留在人间的亡魂就拔出来 然后通过神剑接引 希望亡魂早日登东方清华极乐世界 在道教超度科医中 通常供奉的主神为太乙救古天尊 道教的超度也叫炼度 炼度是什么呢 就是高宫法师通过自身之水火来炼化亡魂 已经为火渗为水 为什么要水火呢 火要烧掉亡魂的业障 水是当敌亡魂的罪够的 又采北斗南斗之气 使之混合 化身为太乙救古天尊 升天堡路上一般都有南斗的慧 为什么呢 因为南斗六星是南方光明之星宿 亡魂得此 阳气可以转化自身的阴气 使阴变为阳 黄魂在太乙救古天尊的阶椅下步步连花 从法师的尼婉宫中往生南宫常乐世界 这些正所男先生在其太乙激烈密法里都传述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所谓阴阳造化就是神与气 而炼度就是通过高宫法师自身的阴阳造化 与天地自然的阴阳造化相结合 以恢复亡魂的阴阳造化 使亡魂复得神器相合之妙 从而先化成人 然后高宫法师在 以我知之 绝比之之 以我知觉 绝比之觉 使亡魂体无大道 与道合真 从而天上人间 无往不可 而水火 则是人生中本有之物 五脏中甚为水 心为火 水对韵月 火对映日 人体内真气正是日月真气的对照 真水是阴中之一 气 太阴之真经 真火 是阳中之火 能辟除阴子 也炼成阴 水火炼度就是要求高宫法师 用自身纯阳之道气 而典化纯阴之鬼魂 即以我知阳而炼彼之阴 阴阳交感 经水火炼度之后 众幽魂脱胎万质 变成纯真圣解的阴阳状态 无侠无私 无挂无爱 然后升天而去 却契合了道德经 富贵阴阴的思想 道教法师通过自身水火 至交构 模拟天地阴阳直运转 通过身中造化 来炼化亡魂之阴志 这里面也需要高宫自身的修为 还有就是炼度过程 本身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接下来小万着重说下 道教超度的一些细节 一 超度的形式 一般来说 超度的形式可以分为三类 什么是十方超度 十方超度即是 法师社坛 把父亲的各类 孤魂野鬼全部招过来 进行统一的超度 一般大型的法会 都会有这类的超度 主要素用是超度 十类孤魂 功德无量 法师在举行法会的时候 不会受到他们干扰 正义道士一般会用 灵宝祭炼科 全真道士一般会用 清玄祭炼艳口 铁罐诗识科 一般先人过世后 还停留阴间地府 子孙后代向先人 可以脱离地狱苦 早登 极乐界 因此会请法师 对这类王魂进行超度 对于这类王魂一般会用超度科 就是一些王死鬼 堕胎英灵 前世的原情债主 这一类的王魂比较难超度 因为往往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致使它们还滞留在人间 因此做这类的科医法师 也比较多种多样 二 超度的作用 超度的作用是按照上面三种形式来说的 第一类超度一般是法师的善念 超度十方孤魂 功德无量 第二类超度主要是希望先人早日离地狱苦海 所以子孙后代也希望先人早登极乐 当然对子孙后来的孕城也会有所影响 第三类被汪死鬼 堕胎英灵 冤亲债主缠让一般 运气都不是很好 所以希望通过超度来改变自己的孕城 按照道教说法 如果宗亲在阴间受罪受苦 或在第一期中不得超生 那我们阳间的子孙也会有所牵连 日子过的也是悲观苦恼 灾难重重 或疾病产生祸乱不安 家道破败 凶多习少 难以过的平安幸福的日子 因为我们的宗亲在阴间受苦受罪 无法护佑阳上子孙们 所以要超度 这就是阴超阳态 就现实说法 做功德给上代人 也就是禁足表示教义 按道教来说就是超度祖先 拔度亡灵 这是我们做下代人 应该做的一点心意 三 超度的步骤 一 摘戒 一般做法事前都需要摘戒沐浴 清静心身 这样做法事的时候 才可以上达天厅 二 摄谈 一般摄谈前都会时间准备好 招魂番等齐番 同时还需设阴阳谈 阴谈还得摆上 亡人排位 鲜花贡果 三茶四酒 三荤四素 香饱蜡烛 米饭馒头 当然还有还得准备一些 要烧的纸钱 三 灯谈做法 灯谈后 法事一般会先做静谈法事 然后才开始超度法事 四 诵经 法事的中途会送许多经文 道教中比较常见的是 太上洞悬 灵宝救苦 拔醉妙金 原始天尊 说封都灭醉金等 如果是女子还需加 太救苦天尊 说拔渡 封都 雪狐妙金 五 诗石画宝 在法师钻法事后 还需茶酒米饭 下一次周 供亡魂食用 同时也需烧画纸钱 有的人还会烧各种纸糊像 超度亡魂让其得以超生 对法师或者斋主来说 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正确的认识超度 可以让我们选择更正确的方式去行善 其他宗教的瑜伽宴口 不过是给亡魂 事实而已 然后进行接引 但是却未必真能上去 因为亡魂阴气太重 没有经过炼化 升不上去 再者 其他系统和道教系统 有很大的不同 有个局势说 他以前学医时 常去参加其他宗教法会 有段时间 老师心悸不安稳 念佛诵经 不管是 去医院查不出毛病 有人让他去拜下当地的城隍爷 上了一把香 烧了五元纸钱 从那以后就好了 按道理 这种情况是撞结了 但是为什么诵经都不管是 去城隍庙拜一拜 烧些香煮纸钱就好了呢 任何信仰都是建立在文化的领域 和基础之上的 作为外来宗教 他们所奉的都只是本教的神灵 而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 所尊奉的是本土隐形世界 一套秩序的维护者 所以很多其他宗教超度不了的亡灵 在道教法师的加持下 通过道教的门禁 神仙都会给他们安排一个去处 不会任其滞留阳间 不得投胎 其他宗教的超度 其实只能是阵迹 就是把游道无似之孤魂召集过来的 一人给点吃的 吃完该干嘛干嘛去 道教的超度则不一样 需要叠成黄 申冬月奏太矣 就是要先查清户口 一层一层的审批上报 再进行分配 该去哪的去哪 学道之人为什么都要收录呢 收录一方面是传承里面的清诀 法术羞耻的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分兵播降 陆中的官将 你可以拆遣调用 为什么天师传的是 正义蒙未知道 蒙就是蒙事的意思 受录之人就是要跟官将蒙事的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要跟陆中官将签订劳动合同 法官招遣 官将必须复谈 否则就是违约 官将要受惩罚 如果法官做坏事或者任意调遣官将 也会受到惩罚 另外法官还有支付官将报酬 就是要香火供养 有些官将是吃肉喝酒的 所以酒肉也不可少 还有纸钱元宝等 法官通过一层鬼神以积累功德 鬼神也通过法官做好事情积累功德 所谓人炼将将炼人 就这个道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道士受录还有受职 受了职之后 你就在天庭的秩序中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酒瓶也好 无瓶也好 起码是个官 受了法职 你才能够行法 才能执法 所以道教的规定是 没有受录职的人不得上张拜表 就算你上张拜表了 公曹也不会给你投地 因为你这个不是公寒嘛 所以说 想才能道法灵验呢 灵验就在于 道士掌握这道规矩 并且能够一识鬼神 古代不仅道士寿路 就是有些村里小庙的神 要去天师那边寿路 因为寿路之后就有证神了 我们发现 道相很注重这细节内容 譬如官将品质 水火 阴阳交购 精细神等 在外道看来 这些都是执着于相 不得究竟 其实不然 所谓道不离物物不离道 有神道有仙道 神道是明明之中的秩序的执行和管理者 仙道是通过自身修炼而成的高级生命体 但是两者又不能截然分开 为什么呢 神其实也是精气所化 我们在练法的时候也需要练将 神将通过我的练化也会出现一些变化 而仙人也是精气凝结而成 黄庭经所谓 神间道是非有奇 即精类气已成真 神是有品质 有职位的仙人 仙人是没有品质的神而已 有些精忠报国的士兵或者将军 死后所以能成神 是因为他们在临死的那一刻 有个信念在支撑着 所以死后精气神凝结不散 张三丰祖师云自古忠贞结练 杀身成人之时 并有七反还单景象 聚而不散 宁而至见 火候至此 则英雄之光细 更万年而不灭也 孟子书中有氧浩然之气的方法 主家修炼至于极致便能成神 而天庭的主管人士的官员 也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安排不同的职位 有的修行人闲散地将他去做散仙 有的勇猛过人的 如关公岳飞等 死后仍然是护法官将 所以修道难也不难 人能修道道不富人 无不免而行之乎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是否对超度有了更深的日誓了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万 我们下期再见吧